如果找到小儿子 球女士和丈夫答应 不去打扰对方 只要偷偷地看一眼 得知对方的生活状态 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小儿子能够找到吗 通过球女士提供的几条线索 严老师多方打听 武力帮助寻找 那么她是否得到了 跟小儿子有关的消息 时隔41年 伤心母亲能否如愿 答案马上揭晓 那么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的编导 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么特别是我们的严老师 严老师是来自海淀公安系统 那结果究竟是怎样的 我想请严老师 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过程好吗 编导接到我们的求助电话以后 就对您家的 就是对这个妈妈的这种心情 非常的理解 也非常希望能够帮到您 之前呢 根据您向编导提供的 这个年龄 身份 姓名 以及他住的区域 还有之前的工作经历等等 就是我们能搜集到这些相关信息 按照这个情况呢 我们扩大范围 通过天津市公安局 但是现在呢 经过我们这么反复的比对之后 经过大量的这个扩大信息 包括查找 都没有找到适合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条件的 都没有找到适合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 就算了 都没有找到适合 来 我们一定在这里 你们谢谢 確定 我 我们是首先要在我们自己的 权力范围内为您插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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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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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工作因为说 我觉得还是完全 根据您今天提的这些新的情况 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下 谢谢 谢谢 所以也就是说按照严老师 之前所做的这些工作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果 阿姨 您听到这个结果 我期待着有好希望 有好的结果 您还是不会放弃的 依然还会继续努力 不会放弃 那今天这个结果会让您很失望吗 不失望 阿姨 您知道吗 刚刚严老师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心里一直特别担心 我真的都担心您的情绪 但是我看到您现在这个状态 我真的放心了很多 不不不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一辈子的生活当中 包括我们每一个家庭的 一辈子的生活当中 其实谁都会留有 不同样的遗憾 我们任何一个人 也不要为自己过去做过了一件 错误的决定 导致了自己留下了遗憾 而去自责 过去的东西就是过去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留一个很好的念想 万一哪一天相见了 他相安无事 咱们也相安无事 大家极大欢喜 这是咱们最希望的 就在我们所有的老师 跟他们讲我们的 分享我们的感受的时候 我们看到孙子的手 是紧紧抓着奶奶的手 其实我在想啊 阿姨 其实我们的人生 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但是我们也看到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 我们已经得到的 这些幸福和美好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 劝阿姨一句 不论能不能找到您的老三 我们先爱好您现在的孩子 爱好您现在的孙子 同时也爱您的老伴 好吗阿姨 结局或许不够圆满 但是求女士并未放弃希望 对于他们夫妇俩来说 过去的痛苦 内疚和悔恨 在今天都得到了宣泄 他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释然 生活在继续 远方的小儿子 愿你生活幸福 一切安好